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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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URL,我是KURL,歡迎大家 今天我是一期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一個APP 幫助到一個女生 捉到這個癡汗 如果大家有留意 日本的新聞的話 都知道電車偶爾會有癡汗 我們就一起看看 這個APP是怎樣幫助到這個女生 痴漢です 助けてください アプリを使って男を逮捕 警視庁は今月15日 埼玉県から東京都に行く電車の中で 若い女性の体を触って痴漢をした疑いで 50歳ぐらいの男を逮捕しました 警視庁が作ったデジポリスというスマートフォンのアプリを 女性が電車の中で使ったため 男を逮捕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このアプリはボタンを押すと 画面に痴漢です 助けてください という大きな字を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スマートフォンから やめてください という声を出して 周りの人に知らせることもできます このアプリは25日までに 54万回ぐらいダウンロードされていて アプリについて質問する人も増えています 警視庁はこのアプリを役に立てて欲しいと話しています 使用有痴漢 請幫助我的App 逮捕了一名男子 この月15日 警察庭逮捕了一名50多岁男子 他試園在祈育園 開往東京電車中 觸碰年輕女性的身体 一名女性 用了警察庭開發的DigiPolice 程式 順利把男子逮捕 當你按一個按鈕時 這個應用程式 會出現有痴漢 請幫助我的畫面 亦可以通過手機發出 不要這樣的聲音 等周圍的人知道 這個程式去到25日期間 已經有54萬個下序 有很多人都問一下是怎樣用的 警察庭希望這個城市 這個App能發揮它的效用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想不到這個App 看似沒什麼用 但到實質有案件發生 又真的幫助到這個女生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如果是女孩子的時候 在電車這些情況 都真的會不太出聲 希望這個App 有少少幫助到我們女孩子 又或者大家在旁邊 如果在電車上 看到這些情況 也可以試試開口 可以幫助受害者 因為有很多時候 女孩子都會比較害怕 而且那一刻會不知怎樣處理好 如果看到這些情況 都鼓勵大家可以出口 問一下需要不需要幫忙 等等 都可以救到那個女孩子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禮拜五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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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